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玄学 玄学对抗 一个调分一个要输 这负负得正 你们两个反正也就是一比一平了 那这局的话应该是一个军事对抗了 阵容方面的话 一个冒演家带机械师 双修带双救 上来守木人 抓守木人 你说能不能抓呢也能抓 我刚才上来也 这套阵容也是抓守木人 但是抓守木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能不能够把守木人 快速的击挡 如果你被守木人两根铲子拖的时间久了 那其实也亏 这边电机在动啊 其实他可以往旁边干扰一下电机什么的 他这边要等 等你铲子到了以后 雾刃双刀把人给秒了 比较难 我觉得这比较难 为什么呢 守木人卡板子的话比较难 如果说在平地当中 还好说说 踹板 雾刃双刀 要秒人 不是 他 他 这 这什么情况啊 传送过来 找机械师 一刀 雾刃双刀 秒机械 一个震慑 漂亮 抓是抓得挺快的 但是前期第一波 没想通啊 我以为他是等着 然后他原来是对吧 假装抓守木 深冬机械搞了一手 这波抓一个机械师 我觉得不赚啊 因为为什么呢 你抓个守木 其实是费一个博命的 你抓一个机械师的话 机械师哇 在外面修 还不如抓个守木人呢 我真觉得 还不如抓个守木人呢 来两位玄学玩家 一刀 好的打中 但是有块板子 这边要追一个双岛 他有机会能真胜啊 追不了双岛的话 我觉得杰克保平 要赢 得 就是挂飞机械师 电机美好 然后传过去以后 秒一个人在电机旁边 他才能赢 就是如果挂飞机械师 对吧 其实挂飞机的电机差不多 就已经是修了七七八八了 然后传过去 只要不倒在遗产机 外面另外一个人来 对吧 只要有个满装带的人 来救一救 三人开门战 杰克不太好赢的 那我们看看这边怎么安排啊 是守木人来救 还是说卖掉这个机械师 守木人这边想把自己电机先修开 冒演家想过来救 冒演家这个位置被拦住的话 应该救不了 我们看杰克是不是带狙净狂的 带了三点狙净狂 那这边戒施卖掉 卖掉外面有50%的输液 然后这边佣兵还能摸好 佣兵这台电机差的也不是特别多 反正70%的电机慢慢修就好了 外面守木人起一台 这个输液哪里不够我补哪里 趋向于一个平局啊 趋向于一个平局 就看他这波传送的一样的 就刚刚我说的 他如果传送能够秒一台遗产机 其实有冒演家在的话 我觉得秒一台遗产都不一定能赢的 就传送过来找佣兵 看一下是个娃 绕 找到佣兵 一刀污染漂亮 可以 但是佣兵三个互币 就怕什么呢 就怕佣兵倒到守木人旁边去 守木人说你别过来 你过来干啥 我这边的电机还没修完呢 这台电机才修了一半 佣兵找一个角落躺好就行了 不要再浪费互币了 留一个护币打开门战 这个是一定要的 如果说这个护币不留 开门战 万一佣兵被秒了 杰克有传送 是有可能杰克能翻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佣兵带到了守木人电机处 守木人电机就没有点亮 那这样的话就局势上面来讲 就比较难受了 需要冒演家先把中间的那个 色园的电机点掉 然后再过来补掉这一台 当然什么人应该还有个薄命 我们看什么人应该有个薄命吧 他这个薄命 反正你追我们我拉走 这两台都是遗产 一刀无人漂亮 怎么感觉倒哪都是遗产啊 冒演家有没有薄命 也有薄命 还行 反正外面至少有一个薄命呢 我觉得倒遗产还能打一波 就拉走 然后用输液来把电机补掉 还行 还没有到杰克能赢的地步 杰克这边应该是牵过去挂中场 然后顺势把这个娃给打了 手术拆电机 这个娃还被冒演家给捡了 哇 这冒演家可以啊 这还捡了个娃来用一下 那 这冒演家自己位置要暴露了 他这位置暴露 不要紧 关键是什么呢 杰克这边有传送了 打一刀传送过去你救不下来 这百分之百的书也要掉 然后我还不挂你的 你人还救不下来 这是最尴尬的 看一下杰克这边 想卡着有口子吗 蓝口子 一刀无人漂亮 进不去 好 这百分之百的书也没了 这就是路人局啊 路人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这台电机就永远点不开了 我只要守着这个守护人就可以了 然后肥叛罗杰克 傭兵没办法了 这个局已经翻不了了 一刀无人漂亮 nice 两波肥胖牛 我觉得这局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娃娃 这个娃娃暴露了冒险家的位置 以至于杰克非常的清晰的判断好了冒险家的一个方向 这边傭兵是教自己的 完成了一个四抓 天呐 这应该是一个五五开的局 然后两边的玄学其实也是五五开 但是路人局让杰克抓到了一个机会 还有一点就是这边冒险家摸了一个娃娃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你不摸吗 这百分之百的输液从上帝小来看也够了 但是摸了一个娃反而把自己给暴露了 这边是一个娃娃反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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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感谢观看